头条选择的是中国全境现在疫情扩散 都是从南京的机场扩散出来的 而江苏扬州目前情况非常严重 到周日为止呢 扬州一个地方的累计确诊已经破了300例 现在还继续在爆发 画面上你会看到密集的普筛 让检测站因为过于群聚又变成了新的防疫破口 有一个公务员他去普筛复检的时候 他一个人的确诊已经传染给23个人 南京呢也是拼命的在检测 有一个两岁的男孩子排队的时候呢 因为跟随着家人交谈 结果小孩子被感染 因此现在中国大陆在全面抗疫的时候 对于频繁的普筛开始提出质疑 河南郑州来说呢 有一个医生他因为一直不放心 前后做了八次的核酸检测 最后验出阳性 也使得反复的普筛似乎也得到了立足点 中国现在这一波全面的疫情 包括了江苏湖南河南这些地方 已经有39个地方官员遭到问责 等着核酸检测的民众 尽管带着口咒 但彼此间隔不到一公尺 排队时间久了 前后聊个天 南京疫情多地蔓延 特别是井陵的扬州 疫情现在还处于爆发期 广陵区湾头镇联合村核酸检测点 由于设置不规范 现场组织混乱 导致在该检测点与王某密切接触的 多名人员被感染 筛检要跟病毒抢时间 偏偏这时候检测站还出包 没做好现场管控 导致一名复检公务员 传染给23人 无独有偶 南京也有一名 两岁男童 在排队做检测时 跟随家人交谈 而被感染 密集的检测 却奏成另一个疫情破口 开始有质疑声浪 明明已经得到阴性结果 为何还要一验再验 但像是爆发医院院内感染的症状 一名医生总共做了八次核酸检测 才验出确诊 这一病例充分说明 德尔塔变异病毒 具有高传染性 高隐蔽性 和处事症状 不典型等特点 除了是德尔塔变种 病毒难成外 这回疫情扩散 包括江苏 湖南 和河南等地 至少有39名地方官员 被问责 引爆扬州疫情的第一例确诊 更因为隐瞒活动时 群聚到麻将馆打牌 遭到警方以涉嫌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被刑事拘留 现在已经是调集了江苏九个地市的专业的疾控的流调队员 一百八十多人去支援到扬州和本地的这个流调队员一起打合成了一个三百多人的流调队伍 截至到八号扬州疫情累计突破三百例确诊 当地组成庞大流调队伍 要补破网 甚至寄出举报奖金 检举近期到过棋牌室马像馆的人 经核实能获人民币五千元 如果被检举者确诊 奖金翻倍 而爆出南京关联病例的澳门 限时三天 全员核酸检测已经结束 七十一万人 除了最初染疫的四例确诊 没有再发现新确诊 有澳门居民不放心 想到检测站再做一次筛检 却被拒绝 澳门政府表示还要看状况 考虑是否展开第二轮普筛 由于现在出入境澳门 都需要迟十二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报告 造成澳门旅客大检 知名景点大三八 周边许多店面暂停营业 即使开门做生意的也没客人 不止澳门属其光光财希望没了 投资银行高盛 最新报告更指出 按照现在大陆疫情扩散范围 以及防控措施持续一个月来估算 将对大陆第三季GDP成长率 带来潜在影响约0.7个百分点 新一波疫情无法遏止 经济也陷入不明朗 TVBS新闻综合报道